今天我们到了昭苏的施地公园 准备进景区去看一下天马玉河 看人家宣传的天马玉河感觉挺壮观的 也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得到的 就是马在河中跑 是吧 我也没见过 去看看 对 他们说这个场景很像西游记里面 就是孙悟空养马的时候 避马瘟的时候养马的时候 那个场景知道吗 每天下午6点开始 对 明天下午6点 不过这个草原上的天气 看我们身后头顶上 雾云密布 感觉随时都会下雨 到这个游客服务中心买下票 这个游客中心不是很大 但是那个停车场还蛮大的 这有大巴车在这边的 我们先买下票 两位 两位 然后 咱们买票40年一位 去间车20年一位 然后两位这边付80 这边付40 这门票买好了 去间车是20 然后门票是40块钱 它是每年就是6月份开始 6月份之前 这个景区门票是20 然后6月份以后 开始就是40 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应该是今年开始变成40 不知道 你看这是以前的票 以前的票是20票 然后现在是40 什么就给两张 这样子的 他说今年开始涨价了 今年 赶过来 不知道 然后这边有个宠物之家 就是景区是没有办法带狗狗的 但是如果你有狗怕肉的话 就给它放在这边笼子里 这也挺贴心的 啊 继承一下 大狗 大狗就放这里 小客机 哎呦 汪汪之家 打大白放过来给你陪伴吧 小心你 一出来了 你就可以啊 一个人在这么大的笼子 打大白放过来给你玩 汪汪之家 汪汪之家 这是猫咪之家 车子来了 就是这种大巴车 差不多10分钟左右一般 这边在闪遍了 你看啊 左边是蓝天白云 然后右边是这个闪遍 真的 冬边日出西边雨啊 看一下外面好多乌鸦 那是鸟 哈哈 你确定不是乌鸦 坐这个景区车啊 四几分钟 就坐到这里面了 这边是一个站道 天玛玉河要6点钟 他说从这边 从这里面玩出去嘛 再回去就刚好可以看天玛玉河了 这边是一个站道啊 这边呢 昭苏 湿地公园啊 他这边呢 就是有很多鸟类啊 各种鸟比较多 刚 对 还有赤马鸭呢 各种都是飞禽走兽啊 飞禽比较多一些 群星菜 这个赵树的四几公园啊 主要呢 就是来看看那个天玛玉河的啊 像如果说是来看那种草原的话 其实在整个毅历吧 哪里的都能看到像这样子的草原 但是天玛玉河呢 只有在这边可以看啊 这也有个打卡的 看看 来了啊 来到来了就瞄一眼嘛 看蜡蜡在这边摇跃摇跃 那个小墙 小墙 坐吧 你把人 你人可以把你躺进去 我给你扶一下 来 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 你的后面都是天黑了 随时都要打雷一样的 我怎么感觉到要吊一样 我给你摇一摇 不要不要 上面的花还是挺多的 差不多了 我看人家都下去了 我们也 先马一横去吧 在这边等了也行啊 是吧 对啊 你看这个花啊 太矮了 太矮了 嗯 快再见吗 快再见 快再见 太阳正好出来一树呢 太矮了 太矮了哈 这里面没什么可看的啊 主要是就是这个天马玉河啊 我们就直接坐到这边来了 啊 刚刚人家司机问 第二个今天有没有人要下车 同意回答没有 就到天马玉河这边来 现在是五点钟 然后你这个天马玉河的话 还有一个小时 在这边先等一等 这个草原上就比较漂亮了 这个花海好漂亮啊 你看 这有绿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各种小花花都有 太矮了哈 就是很矮 但是很漂亮哈 很漂亮啊 各种颜色的 对 哇 看狗拍一个照片 哈哈 要是能拿大白过来就好了 狗子没法带 我们应该从那边走路进来的 哦 这小花海 看一下 这小花海 走走一遍 来给你看一个 姐姐走 这小花海 挺漂亮的 确实缺少一点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还有半个多小时 已经好多人在这个河边等着了 都等着天马愈合 我们也是那啥 我们也等着 因为无人机已经放天上了 待会我也放一下 希望无人机不要打架 越接近六点钟 这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都知道到这边来看愈合 人家都已经在战道准备就绪 你也找个位置 站哪里比较好 哪里都行 找学生航拍 随便找个草地就行了 人少一点的地方 你在头上瞧花花真漂亮 这个角落先站个位置 先看一下 这里看天马愈合场景 就这里吧 估计越晚 越晚这边就全部占满了 越晚那边人越多 就这里了 这边马上六点钟了 好多人了 看一下 不知道马从哪边过来 好多人 这边坐外面还是会有点危险的 我觉得 那个泥巴感觉用点力会掉下去 全部都往前面去了 危险的 危险的 天空飞过一群乌鸦 这五人记得里等了那么久 都没电了 坐下来 别人不能在的 站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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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小一个掉队了 哎 掉队了 你这后头刷的后头 突然 跑到这边不跑了 感觉他们好累啊 跑不动了 这一直掉队了 这一直掉队了 感觉他们跑得好累啊 跟不上了 不跑了 这是走马 但是 这样子 看多少人都把飞机都等着了 好怕你们撞击 我也好怕 所以我这个飞的话 我都是在岸边飞的 然后放大 小鲜家你看 这人都会进来看天马一合的 那个马感觉都没力气了 好可怜 你看 现在的话看的话就全是人影子 看到没有 哦呦全是人影子 是啊 刚刚有个游客说什么 刚刚是看马跑 然后马跑完以后看人跑 是啊 现在人跑了 你看 还好没站那边 他都没跑到那边去 我们今天找的位置可以 他没有往那一头 所以大家要来看的话 往右边这边来 马也从这边来的 你看现在突然多少飞机 全部都要降落了 看那个天马过河 这边还有这个马术表演 过来看一下这个马术表演 看一下 这边也蛮多的 我觉得这个司机公園主要是看那个啥 看那个马的 哎呦 看一下 来马了又没地方了 哦 哦 哦 这里还有啊 那么那个哈达克斯的那个 抢羊吗 嗯 就骑着马 然后把他放了一只假羊在那边 几个人去抢 应该是这个意思 来准备开始抢 好 看到谁的手里面 玩具羊吗 吃吃的 哦 哦 哎呦 哦 搬错了 搬错了 羊丢了 快 出败了吗 出败了 我不要下马捡了 玩具完丢了 这一万要捡 哦 哈哈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哦 叫羊 哦 哦 也做了 哦 他起码都不用清醒了 哦 他们再来一遍啊 哦 好 传送成功 哦 好 成功 可以 再来一遍 哦 哦 嘿嘿嘿 好了 咱们这个马术表演啊 就是抢羊 然后呢 抢了几次 就结束了 哈哈 哈哈哈 现场买的那种更刺激啊 这只有五个人嘛 就是羊接力吧 穿羊接力 在这个散步上啊 玩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走了 哎呀 在滑海还是挺漂亮的 你先来说一小心点啊 跟羊一样 走羊道啊 走羊道对 要斜斜在嘴上来 穿一个S型 啊 横着走啊 横着走 螃蟹一样横着走啊 横着走 对 要不然横一摔倒的 一摔倒滑下去就完了 嗯 还挺舒服的 嗯 我们在这边 正准备出去了 后来还有一辆车进来 他们包场的 包场的话 给他们单独表演 好像是 一千块钱 他们一起包的场了 再给他们单独表演 哇 看下这个马 又要来 又要来上班了 感觉他们今天有点累啊 像下完雨了 那个河水啊 有点涨了 他们有点跑不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